印象深刻的東西就是 有一個家長在說的話 就是要跟朋友一起去看故事 突然間是去看光碟的時候 家長的可能性很重要 他就說 我不想我小朋友很寂寞地看光碟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深刻的意義 就是很深刻的印象 因為那時候就是 有時家長賣光碟或者賣書的原因 就是因為想小朋友自己回家 自己的開始更多 但是原來現在家長在那裡 就這樣是不夠的 這樣會令我小朋友寂寞地看 如果我想去看得好的時候 一定會扶著小朋友一起去看這個書 這個光碟 還有另一點我覺得都很印象深刻 就是有一個家長說到 就是他選擇去教材的時候 最重要的是在教材裡面 內容是否生物化 裡面的對話可不可以在生活裡面 用得出來 如果他們覺得 裡面的對話和你用這些人物 基本上在生活裡面 都不會出意義都不會用的時候 他們覺得未必會這麼有用 那麼這裡反映了就是 家長其實是很有教育的 或者是很聰明的 他們知道一樣東西就是說 如果我們小朋友 學英文學得過 就是重溫和重溫 最重要的就是要學以致用 把書片裡面的東西 進入在生活裡面 那這兩點 他們覺得今天 是看到參考者最大的特徵 好久不見 適合 很久不見